占据了整个百家互联网企业利润的一半以上 而且在三个领域形成垄断 百度在搜索领域 阿里巴巴在电商领域 腾讯在社交平台领域 而且他们越作业大越作业大 但是这三大家的本身来讲都存在着很大的忧患意识 马化腾就说过 说这个IT行业没有永远的影响 你看着今天我们占上过 可能明天就垮掉 所以这三大家有这样的忧患意识 他们这三家竞争的空前激烈 彼此都想在对方的领域里挖一把 而且同时都想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头 获得更多的用户和入口 就是他们争夺这个用户端 争夺各行业的入口 现在变得越来越激烈 你这两年来看 阿里巴巴也好 腾讯也好 还百度也好 不断地去整合原来的一些行业 你像很巧合的是 就在阿里巴巴跟这个恒大合作的这一天 他们上午开始发布会吗 下午在北京 房地产业的龙头企业万科 跟百度就达成了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 就这两个事件同时发生在一天 是很有象征意义 就是说眼下的互严网企业 为了能够维持它长久的这种地位 他们开始不断地向其他行业渗透 不断地在争夺用户和入口 你像马云 他这次之所以能够进入到恒大足球俱乐部 他其实也是一次跑马全地的过程 因为在中国足球第一大运动不用说了 拥有很广泛的粉丝 你看今年阿里巴巴干的这些事这几年 包括注资优酷土豆 包括还推出你像电影投资的 他想干嘛 他想把这个文化平台做一次整合 因为文化领域文体领域这个粉丝 它具有一定的忠诚性 它的粘性比较高 我把这块整合过来之后 它就成为我持久的用户 这是我一个非常好的入口 所以它通过对文化行业 包括这个现在体育足球的行业 这种整合 它可以跑马全地 把这个领域变成它的用户所在地 和入口所在地 因为这些年互联网企业 对各个行业的整合 就是这种跑马全地式的 我先站过来 这是我们说首先马云跑马全地 第二个呢 马云进入到这个行业里边 同时有大赚眼球经济的这种趋势 你看它那个双马之战 马云和马化腾 当时围绕着打低这个事 就把快递跟滴滴软件 一下子捧起来了 然后呢双方在这方面争夺 其实这种争夺来讲呢 他们挑了一个眼球经济很高的行业 因为打车在 我们说这个一二线城市 二三线城市普遍的现象 你谁用这个软件 可能它争夺的就是 具有支付能力的用户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很高兴您能看到这个视频 我是带人另一部手机 住家创业的 曾经在企业里面做过高管 也做过生意 虽然有一个稳定不错的收入 但是我一直有一个不爱费的心 我不想一辈子打工 因为我永远都忘不了 当你没有钱 没有本事的时候 甚至于连你最亲的人 都会瞧不起你 朋友 你是否还在传统行业中 独服挣扎呢 今天 您有幸看到这个视频 我愿意手把式的将会你融合 利用互联网一部数集 实现个人创业梦想 我们不愿投资 更不出人来 因为你东风西跑 就能轻松入座市场 你有可能不会相信 但是我已经带你了 ETUEB的8年90后 甚至于五六十岁的 网马安宜 大哥实现了他们的财富自由梦 如果你是一个有激情 有梦想 不甘于现状 渴望改变的朋友 请记下我的联系方式 我的微信或者QQ 1478249392 1478249392 我们的使命是 让网民上网变得更有价值 了解不会损失什么 拒绝了解 你有可能会获失一次 良心 谢谢 所以他们必须要在 眼球经济的集中地段 来挖掘自己的用户和入口 所以你作为马云来讲 他要挑就挑行业老大 恒大足球 咱们知道这几年国家队也好 联赛也好 这水上咱们看也就恒大能好一点 而且恒大这个品牌价值呢 现在来说还没有完全排华出来 他在中国已经坐稳的第一了 那么尤其世界杯要来到了 这时候足球正是热的时候 马云接这机会进入了 赚足了眼球 同时呢 珠三角一带呢 咱都知道腾讯的总部在这个深圳 我等于跟广州恒大进行合作之后呢 在你的强势地区里边 我一下子打进来 这对于双马竞争来讲 原来阿里巴巴这边呢 没有太大的优势 双方基本持平 这个时候马云就有一种主动进攻的姿态 这其实也是一种眼球经济 所以马云呢 是不仅仅要跑马圈地 还要大转特转这个眼球 那个第三点 咱们不能忽略的 而现在中国足球到了这种程度 又恰恰是抄底的一个比较好的时候 所以你看王健林 赞助中国足球五个亿 他也回来了 马云这也杀到这里边了 而许家印这几年 通过杀入中国足球 他所获得的这种影响力 是他花再高十倍的钱 可能都获得不了 有人说那他盈利模式呢 这你先甭管 当初互联网很多企业 在整合其他实体的时候 有很多人都说没有盈利模式 你比方说微信 我们现在很多人用微信 短信发送是要花钱的 微信是不花钱的 很多人说你不花钱 你说他怎么盈利 可是现在你看看吧 当你大量用微信的时候 微信绑定你的银行卡 微信捆绑了社交平台 微信垄断了你对外界的一种支付 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 微信你是白使了 可真是白的用了吗 你这种消费习惯 你作为一个用户 等于给腾讯提供了很多可能 就像他那一个QQ 他在QQ上面能做多少文章 所以我们现在 往往用实体的那种 单一入口单一出口 产供销一条龙的盈利模式 来夺策互联网企业 那这是南辕北辙 肯定不对 那么说马云进入这行业 是有他深蒙远虑 那么他花了12个亿 值不值呢 我首先说绝对值 你单独从现在恒大的品牌价值 和吸引的眼球来讲 这12亿就值了 而且从现实考量12亿也值 为什么呢 他占50%的股份 恒大的一个足球学校 就投了11个亿 加上这几年不间断的投入 绝对不止总共24个亿 你马云占50%股份 就拿了12个亿 我认为这都是占了便宜了 有人在这50%这上面做文章 说这50%你看马云也没控股 说双方这将来怎么整 这你太小瞧这两位老板的气度 说你争这51 49 说白了开个食杂店 办个小工厂 双方争51 49 真到了这个级别的老板 他们都很清楚 公司法规定的 你要想有重大决策 要懂得会通过 必须得是 2%以上股东通过 51%说了不算 所以这个50%对50% 无非是表达了双方一种诚意 对现实当中 谁来控制这个俱乐部 没有多少影响 而且许家人也再次提到 他将来一定会这么干 就是一股 比方说双方各自退后 各占30% 拿出40% 要吸引至少40家企业 来入股到其中 一股6000万 就真正的实现 多加失股 所以到了这个平台上 所谓谁来把控这局面 谁真正的说了算 它不是很重要 关键看双方这种模式 能不能在盈利方面 有高度的吻合 你像恒大墓地 我多卖房子 我卖我的矿泉水 马云是跑马圈地 双方不是在一个槽子里争实 那么只要把恒大俱乐部 这个效应用好了 双方基本的厉害冲突 是没有的 只要这个俱乐部 能够还继续积极向上 能够还在中国联赛是第一 能够拿亚冠冠军 甚至失去杯的冠军 李皮能够把这对带好 这就是双方最大的力 再一个12个亿 对马云来说 这个投入 有可能是这几年 阿里巴巴并购过程当中 和入股过程当中 投入最少的